OK 暫時還沒有人 應該先吹著 一邊吃著吹 很久沒見過 是啊 之前身體、家庭等類型的情況 你這樣說很令人擔心 是啊 真的 人生裡面過去這半年 是很痛苦的半年 是啊 工作又少 特別今天這個題目 本來硬不得閒 我都覺得 喂,不是啊 真的很少見你舉手 開席你的飯 真的開席我的飯 也不怕坦白說 我另一個身體是一個 wedding planner wedding MC 是啊 所以其實過去這大半年 我想我們同行 我也沒有說大半年 過去這一年 我想我們同行的收入 一定是跌了95%或以上 所以 沒有 你現在限制令只有20個 你擺到什麼 是啊 不要說我們 你連酒店啊 酒樓啊 其實 想做你生意都做不到 喂,大家如果剛進來的 可不可以單聲收音 可以不可以 聽不清楚 因為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器材 就靠我們兩把 紅衡的聲音 充滿這個力量 是啊 是的 那本來 講40分是我所說的時間 但是露面出現了一些障礙 所以不好意思 不過我們的觀眾是習慣的 應該 都沒有 算好了 遲一個小時沒試過 真的 那麼 收音是否清楚 我們盡量 告訴我們 或者遮掌 應該可以的 是啊 大家好,好久沒見 我是子龍 之前有段時間 都和大家一起開箱 希望接下來都會有更多的時間 或者是心力 或者是體力 可以和大家開更多的箱 因為 其實我也很掛念開箱的動作 有師兄說過 收音比較遠 但是再接近就很大的頭 是啊 你就只看到我這些位置 比較暴力的了 那麼 真的不行 我就再控制這個電話 要不然就 我試試控制一點點 我看到多了一吋 看看是否好一點 是的 可以跳高一點點 是的 跳高一點點 跳高一點點 是的 是的 今天這個題目 我想不知道 對於很多師兄來講 會不會覺得很頭痕呢 又或者是已經過了十幾十年了 因為我們這些觀眾 通常都已經 比較接近 早熟 比較接近退休 多於比較接近求婚 是的 喂,這樣就對了 看著你們的兒子女女 現在開始面對這個問題 真的 其實都 做為長輩都沒有什麼經歷 這麼難處理的事情 其實我有一時都很懷疑 到了我們這一代 譬如子龍你也是爸爸 是的 你會不會 你的小朋友是女 是的,是女 那你會不會到時 你又會要求 所有跟足傳統 因為我們已經 我們不會發 我想我們這一代人 譬如那些 傳統扎實那些 是越來越淡的 我覺得自己是 撇除疫症 我是建議大家保留傳統的 為什麼呢 就是 因為原來 以前我未接觸這個行 未真的入婚禮這個行 之前 其實我也覺得 哇,三書六禮 聽已經害怕了 是啊 但是認識了之後 你發現其實現在世代的人 都在做相同的事情 不過 沒有公表的那一本 評書 或者沒有公表的那一本 document 但是其實在做的事情 有七成半以上就是一樣的 是嗎 是的,七成半以上就是一樣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 港式的婚禮 是一種 左溝右溝 然後自己再發明一點 就是有些 中國傳統的習俗 有那麼多西洋風 然後有那麼多人系 是的 日系間中 但是其實加加密密 是好像茶餐廳一樣的 我經常用茶餐廳文化來形容 是一樣的 為什麼我會覺得要保留傳統 就是因為 你想想 我們爸爸媽媽已經不懂這種文化了 去到我們都不懂 我們子女那裡就更加沒有這個概念 會 變成所有中國傳統文化 譬如安藏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當然不知道 是的,原來安藏 其實這個儀式就是 在結婚之前 新人的那間房間 就是他們睡的那間房間 是的,放好那些龍鳳皮 甚至乎有少少一些蓮子 或者一些意頭的東西 放在那裡 希望他們連生季子 還有希望有些小朋友在床上跳一下 彈一下 即是有些人氣 是的 或者在另一個角度 就是跳鬆一點 床不要那麼辛苦 這樣 但是 原來最關鍵就是 要關上門 鎖上 直至到他們結婚當晚才可以用 哦 從什麼時候開始計 就是從這個儀式一做了 哦 就要鎖上門 那儀式是幾天前的 就之前那天 通常都是之前那天 是的 但是有些如果你是一間新屋的 你就把一個安藏的吉士 是的 那你就可能幾天前 因為鎖上門 不要被人用 哇 但是現在還有沒有人懂得計吉士 你都可以找到的 通勝會 是的 或者真的找些師傅 都不是一件難事 但是問題是現在香港地方淺窄 你要我真的鎖上門 一晚不睡 你叫我倆公公睡醒嗎 Staycation 是的 又或者現在另一個文化就是 根本他們一早已經同居了 是的 有和沒有 好像沒有分別 但是這個儀式你保持到 那你不知道將來你會不會住大屋 或者你也要告訴你的小朋友 原來我們中國傳統文化是這樣的 就算未必做到 但是起碼你也可以將我們中國人的智慧傳承下去 不如這樣吧 子龍我想順次序地盡量一步一步地說 是的 因為我就是那些無牌爛鬼來老鄉下老 是的 我認識的那一套就是外國那一套 嗯 我想看看香港是怎麼算的 香港有沒有定分 香港是少的 但是香港有過大禮 就是中國人過大禮 其實就等同外國人的定分 但是過了就很少會cancel 是的 因為過大禮裡面所有用的物資 都是你結婚裡面的物資 所以為什麼你說 看到別人 哇 整桌都是海味 其實就是你結婚的時候要用的海味 是 那些茶葉就是你那天敬茶的茶葉 是的 那些龍鳳那些 過大禮 我真的不認識 過大禮是誰過給誰 男家 過給女家 就是等於你下訂購一樣 哦 我就準備了這麼多物品 我們結婚用啊 有誠意了吧 是 然後你收了 那男的就拿回我要用的酒 是的 拿回我要用的酒 然後就結婚當日 你要用的所有物資物品 所以一定要過大禮才可以派餅 簡單來說過大禮你才可以派貼 因為貼和餅卡一起收 但是過大禮就是說分期都很接近 是的 以前沒有現在這麼久的 以前真的三個月內起貨 所有事情 譬如我女兒和你兒子 我說OK啊 你來提親啊 好啊 那集國吉日吧 我過兩個兩個月內就搞定 所有事情就發生了 哦 那就跟外國人的訂婚有一點點分別 因為他們訂完之後 就可以等一、兩年都有的 是的 或者訂而已 沒有說實個期 是的 可以退态的 是的 好了 過了大禮 那麼外國人就跟著 訂完婚都可以做求婚 或者就是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訂婚和求婚之間的分別 但是呢 外國人就有那個bachelors party 就是 單身派對 男的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去派對 我想你去看 Hangover就是 是的 沒錯 那麼歐洲那邊呢 可能受到美國的電影影響 都會吵吵吵吵做這些 香港是否流行 現在流行這幾年 特別是新娘子那幫姐妹 很流行一間酒店 然後有一大堆很漂亮的 裝潢的裝飾 即是都是洗錢 對 總之就是要打卡打得漂亮的 那件事 當然也會有Pillow Talk 或者有其他一些 儀式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不會突然之間你說要喝茶 或者要切蛋糕 但是會大家一起瘋了眼 但是 跟Bandai爭視頻 什麼事? 還是細清楚一點嗎? 我盡量大聲 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調大一點點 不好意思 調大一點點的 volume 那麼 譬如那個 剛剛開的battle party 是不是都是由伴娘那邊去負責孔酬的呢? 其實他們的兄弟或者姐妹 他們自己喜歡 那應該那個新娘或者那個新郎 就不加入了 不加入的 還有 應該這麼說 如果那幫兄弟 或者那幫姐妹 他本身很多都很熟的 嗯 那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有些譬如 我舉個例子 我又找一個小學同學做兄弟 一個中學同學 一個同事 一個親戚 我試過 其實他們不認識的 他們很難會突然 哇 一起幫姐妹搞個 單身派對狂野之事 很少的 通常他們都認識的 你才能看得到 一個這樣的 一點點驚訝 你的國安挺有趣的 因為我剛剛 因為我有朋友的遲婚 同學都是同一個年齡層 小幾年 但是 現在才結婚 可能是 前幾年才結婚 我有一個很新的回憶 就是 好了 我是其中一個 我不是伴郎 我是兄弟團 是 但是其實我是不認識他 所有其他 那些兄弟 兄弟 當日才去到 但是 原來我發覺 我是很有用的 因為 他其他的兄弟 是不認識他的家人的 嗯 而我就是認識他的家人 那我就可以處理到他的家人 是的 所以呢 結婚的時候 有時候你找一些兄弟 特別是姐妹 嗯 他們其實有沒有功能 都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真的 招勞很多親朋戚友 一起去擺酒 來飲宴的話 其實真的 剛才說的攻略是對的 找些兄弟 照顧你的同事 是的 找些兄弟照顧你的親人 就是可能你的表弟 表哥那些 找些可能照顧你其他的 可能同學 或者同事 其實這樣就會好很多 因為要不然 每個人都只是來找新郎 嗯 會的 是啊 他一把口 其實認識到多少個黑露呢 其實那天真的很忙 是的 新郎很忙 你完全是覺得 那些時間可以叮一聲 沒有用 好了 有一件事 就是給我自己的常識 因為這個字 我是經常聽到的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的 希望你回答我 什麼叫pre-wedding pre-wedding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拍照 就是那一輯的婚紗照 為什麼叫pre-wedding 就是以前的年代沒有特別 也有婚紗照的 但是沒有現在會去旅行 在海外那裡拍照 所以整個感覺就是 新郎新倫 他們第一次真的穿著婚紗 兩個人有那種感覺 你又要做些動作 就是那些動作 是的 所以那件事感覺就是 你龍我龍 對 很有結婚的那種味道 對 所以那個感覺就是 好像你把婚禮提前一點點發生的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婚禮涉影 你直接說 特別是早幾年 或者十年前左右 開始去海外拍婚紗照 是 夏北宅 對 輕井宅 北海道 等等 很多地方 那你就會突然有一種旅行結婚的感覺 但他不是真的旅行結婚 他不是的 他整個感覺就是 你找到你和你太太 訂了機票 訂了酒店 訂了攝影師 訂了攝影師 你去到譬如我當是輕井澤 那樣 山景 林景 那裡所有事情都好像是為你們準備 你們拍照 整件事很浪漫很漂亮 嘩!那條數很耽誤 其實 因為我是婚禮總 所以我聽到我就很害怕 表面上很耽誤 但其實很多攝影師都已經懂得玩 那玩法其實是一萬多元搞定 這麼便宜? 不算你自己的住食 不算自己住食 但是那隊 crew 的住食呢? 那隊 crew 現在疫情之前 過去的大半 十年左右 也是 譬如他知道 櫻花三月尾到四月中 會開的 那我就已經訂了某一間酒店 因為醉櫻花是很危險的 這件事 是呀!因為你真是天時地利 是呀!即是未必可以的 不要說櫻花 紅葉 紅葉就長時間一點 那你就大概知道 那十天或者二十天 會在哪個地點拍攝會最好 所以你就會直接 譬如我們是攝影師 是呀!化妝師 那樣 那我們就訂了 譬如當十月三十一號 到十一月十五號 到十六日 那我們呢 十六日 那頭一日 每一日 休息也要 簡單的計算 應該可以接到十二批 十二三批 這樣呢 我們就計算 這麼多日 加上機票 加上酒店 就整個Course 整個Course 然後我們整個Service 我本身當香港 我當八千元的 然後 如果我們接到十二單 那就脫回運 減掉下去 可能就調回運 平均每一對新人 就給幾千元就完成了 哦!這樣 是啊! 那做統籌的那個人 會很忙嗎? 是啊! 所以為什麼分展一年 有八轉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每個季度 譬如現在 下個星期有分展 我是沒有買公告的 其實不是買廣告的 他們就會想定 告訴他們 譬如當年尾 你們上映結婚禮 什麼時候 哪裡 有什麼計劃呢? 我們公司 譬如可能有十個攝影師 一個可以去北海道 一個可能去夏威夷 一個去輕井澤 另一個可能去大阪 這樣去玩 哇!這些我真的 我想很多人都熟悉 是我這麼大鄉里 因為我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 那麼 這個就叫做 是 那通常 因為我發覺現在很流行 拍結婚照 是 不是不止一輯的 是嗎? 是啊 很多不同的版本 通常是因為第一輯不滿 才拍第二輯 還是已經預算是拍兩輯 以前是沒有那麼多輯的 現在呢 因為大家對攝影的要求高了 不知道為什麼 是的 還有可能因為社交那個 有壓力 消耗量 大了 我就拍了兩輯 你自己也拍了兩輯 正確來說是 三輯 一輯是找我的師傅拍的 其實他不是拍婚禮的 他純粹是在studio那裡拍照 他知道 好吧,我們拍一輯 很簡單 沒有backdrop 就這樣拉快 那些color backdrop 這樣而已 很猛磋 就是我電話這些 就是這些 是 是 就是這些 哦,像廣告照 對,就是很studio的模式 這個也不是特別拍得多 純粹是幾張玩玩而已 另外,我自己的那輯是去日本拍的 誰不知遇上 就是這樣 我們第一天拍照的時候 發覺你感覺到 跟攝影師上升不上 就是你會感覺到 有時候是否中了 如果你拍照 哦 是的 如果你說到很王家衛的 我們笑 至少我們兩個一起笑 你感覺到他拍了 是 但有時候是笑完了才拍的 你感覺到 那些網上很經典 那些 很不行的 結婚相要回水那些 是的,你會感覺到扣不上 那原來呢 我結婚那一輯照片 是 攝影師 他就 exactly 之前 跟他太太 罵離婚 哇 是的,他就不好意思開口 但是他的狀態就不行的 嗯 拍了之後 就是我們大家坦白說 算了 就是拍得美女子 所以我們照樣選 就是都明白的 你也不能逼他的 然後turn out 竟然他回到香港之後 我們找不到他 原來他出了家 蛤? 真的出了家 哇 那被迫著 我們就要找第三個師傅幫我們拍 哦,就是他拍完之後 他連手尾都不幫你拍 沒有啊 沒有跟著啊 然後我們找了 出家這樣出發 是的,找了第三個師傅 還給了錢 就是在香港真的 一些簡單的地點拍 譬如我以前 在九龍城住的 特地在九龍城寨那裡拍了一點點 那再加上海邊啊 等等這些 拍了 那其實給了訂之後呢 他另一個partner我們找到 嗯 那麼他的partner都答應幫我們收拾一些照片 啊 所以變成我無緣無故有三輯 本來我們只想著兩輯而已 他這個 賜出家 我看他賜入草很多 賜出家 是啊,他的partner都找不到 但是他就把所有東西都放在公司 嗯 變成了他的partner 撿完審理 那麼我們都算了 是啊 沒有什麼 就是你都不知道說什麼 這些情況 我做這一行 我也不知道怎麼應對 其實你說你都算是業界人士 通常你的工作是由哪一個point開始的 幾個身份的 所以我是一個私儀呢 其實就真的比較後期的 是啊 是的 即是你去到擺酒有小日子 嗯 有了基本rundown 或者沒有rundown都沒關係 我會跟對方一起溝通 rundown是怎樣的 嗯 但是如果是一個wedding planner 的話 其實可以去到 真的所有東西開始之前 即是譬如現在你和你的太太 準備結婚 準備結婚就已經找他了 你就已經可以找一個wedding planner 找一個wedding planner 就可以談 究竟你想要有什麼場地 什麼食法 拍照都包賣的 可以 因為wedding planner 就簡直是一個中介的agency 你想要什麼的 他就幫你搜羅 即是我 我不會懂化妝 但是我知道哪個化妝師是快日系的 嗯 哪個化妝師是寒妝的 是的 那我就可以聯絡那些去幫 去協助或者參與這個分題裡面 不好意思 如果小聲 你調大一點點 因為我就這樣用我的電話來拍照 就 是了 掌集一下 不好意思 喂 講了一些公式的事情 想聽聽你說爆一些趣事 有趣事 有趣事很多 有趣事很多 你想問問你 還是你自由發揮呢 你緊要一些最難忘 有些不能說 先講兩三件 嗯 曾經 曾經 應該這麼說 剛才我又說 很想將這個傳統保留下來 嗯 原因就是有一次 有一對新人 是在香港仔的冒業座 那便擺酒 結婚 你知道通常入籍之前 都會叫親友坐下 我們便宜 大家就坐了 我們準備開籍了 那就是有一幫三姑六婆 不肯坐下 為什麼 圍住在門口的位置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事了 聊天 失狼失娘也叫不動 嗯 然後好了 march in 那我當我忘記了什麼歌 當是waring march 燦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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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進來 OK 就在他們走了 我想十步左右 突然間這幫三姑六婆排成兩項 然後一起唱起山歌來 什麼事啊? 原來他們是水上人家 他們有一個傳統就是 嫁女兒送女兒出去 女士會跟著後面有隻船送她出去 但因為現在全部都上岸了 上岸 這個儀式沒有辦法在水上出門的時候做 他們就盡情開始做 但是他們沒有跟你們合作過 沒有跟我們合作過 新娘知道嗎? 新娘、新娘都不知道 所以當下很尷尬 你又在聽一些音樂 他們又在唱山歌 當下我的處理就馬上叫Panel 算了,認識了音樂 聽他們唱歌吧 當然沒有選擇 第一,第二就是 大家其實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後來了解原來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想保留一些 當然兩代要溝通 因為如果這個 當時新郎新娘他知道 沒有那麼尷尬 是的,也有可能選擇做不做 或者怎樣做 就是因為他們又不知道原來有這件事 他說連那個新娘都不知道 沒有,因為 來到這一代 他們不多兄弟姊妹 但是新娘那個媽媽 是不是那幫唱歌的表現者是其中一個呢? 不是 都不是 他就是連都不知道嗎? 我猜他們 就是媽媽可能知道 但是沒有跟他們說 又或者沒有特別說 因為習慣了會這樣做 是的 還有那個情況就是 因為就是上一代有沒有告訴他們 他們有沒有刻意去問 因為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儀式 就是 再加上剛才說就是他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 兄弟姊妹不多 就是我都看不到我表哥怎麼結婚 我又不知道我表妹結婚的時候是怎麼樣的 就是大家都沒有這些傳統的印象 所以一來就撞板了 就是好像將新潮和傳統 會撞到板板 我膝蓋了 大家都呆了 但是他們明白的 就是因為他們也有一些儀式 譬如你斟茶原來要遞毛巾的 嗯 你知不知道原來水上人斟茶要遞毛巾 我真的不知道 有兩三個說法的 文說就是口水對著就要抹 什麼? 另一個就是因為他們水上人以前 是 真的是上水 嗯 就可能會被腳濕 是的 所以就是遞多一條毛巾給他們 是的 會送給他們就給他們抹身 有一個新的開始好的開始 都會有的 那所以就是 各處鄉村各處例 你研究下去 或者你認識下去 你發現原來背後 可能我們覺得 某一些傳統意識好像很涼 但是它背後的意義其實很重要 就是那個家庭 或者那個族 部族的文化 是的 因為其實我參與那些 有一兩個婚禮 我每次都看到有些 不同的傳統 我又說 原來有這樣的傳統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鄉村什麼禮 大家都是香港人 其實都是在香港出生的 他父母都是香港長大 雖然未必是 可能幾歲就離開香港了 但是有些呢 譬如呢 現在很流行就是那個 新娘 前一晚就可能在酒店裡過夜 嗯 是的 跟著那個新郎來接新娘 其實兩家的長輩的家長呢 各自都可能在酒店裡有火 或者只是新娘那邊 我不記得 然後儀式上就類似是斟茶接新娘 接新娘之後呢 就輕接新娘到地面那裡坐車 圍著酒店走兩轉 然後又上來的 是的 這是什麼名堂的 這個 這個叫做行大運 啊 行大運 那 即是這麼巧 剛才我見到一兩個師兄 我說 喂 對哦 他有需要 賣大包了 若然你真的有婚禮這方面的資訊 歡迎你問問題的 現在問一下 答到呢 我一定會答的 專家在那裡 是的 那個叫行大運 以前呢 結婚的時候呢 大家其實就會接新娘出去 你看這些古裝片 你不就要背著新娘不要碰地啊 是的 然後又要上筷子啊 這些都是廣州的 就是我們這些 因為中國這麼大 其實我都不知道哪一塊是哪一塊的 我都不同 規矩 很難說得確實是一個地點的 但是 五千年文化裡面 很多東西都不盡相同 好似 但是又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是的 那麼幾樣東西考究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估算 盲分瓦架 是以前一個 是一個弊病 是 因為若然 大家看中式西式 我問你了 你收到西式的帖子的時候 嗯 上款不要說了 下款是怎樣寫的 我忘記了 沒有收過 你有沒有寫過 沒有 我是完全和繁文玉節的東西 是抽離了的 是的 因為這種很簡單的 invitation card 比如當Walker結婚 請我 D1子龍 是的 我在哪年哪月哪日哪裏 擺酒 是的 下面就寫著Walker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了 即是中式是由家長去請的 Exactly 啊 OK 是的 西式就是新郎新娘去請的 嗯 中式就是父母之命去請的 所以整個構水那樣東西都很不同 完全不同的 嗯 完全不同的 那麼 某程度上呢 行大運我自己估算 不肯定 嗯 有一個情況就是以前 就是想他嫁出去 不要這麼不開心 哦 是的 就是行大運繞圈 但是另一個說法就是真的 不想他有回頭腦 即是不想他 看回頭看到自己家裡不開心 嗯 會哭 因為可能他真的不知道那個是寄安 還是小夫來的嘛 嗯 嫁了他 那我要走了 不捨得爸爸媽媽 而且以前一嫁可能嫁很遠 而且不是那麼容易回到娘嫁的 嗯 所以即是一出門就希望他 啊 出門的時候開心心啊 是的 這樣子 那麼 所以為什麼會有些奉冠遮著的樣子呢 是的 都是類似 就是 據聞啊 未必最準確 但是也有一些可信性就是 就是不想被人看到他們哭 哦 我就以為不想被人知道他很醜的樣子 那當然是個個個都醜的嘛 你的大家龜充很漂亮的嘛 你看看 樂得奉冠也非富之貴啦 嗯 是吧 即是你如果一個鄉村女士 或者鄉村人家 你何來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準備到奉冠呢 嗯 是吧 所以某程度上 就是 會不會是一些 梅雀之言呢 即是我是要門當戶對 你就嫁給陳公子啦 嗯嗯 我想陳公子是什麼人來的 我不懂這樣 你無法選擇 那你可能即是結婚喜慶事 但是他哭著去哦 不努力就遮住 好給你看啦 好了 隨時我想不只一宗 除了對水上人家之外 是 除了什麼肉酸的東西呢 我想聽肉酸的東西 肉酸的東西 喏 這個是我這麼多年裡面 一定會講的 這個經歷呢 我想對於大家來說很有挑戰 先問一下你了 四大掌控知不知道是什麼 應該是兩邊的父母 是的 他們的稱呼是什麼呢 樂長、樂母、老爺、奶奶 是的 嘩 我真是很差勁 老爺、奶奶、外父、外母 四大掌老 這個是一個很傳統的家庭 我試過出席一個婚禮 新郎、新娘 邀請我的時候 Modern Family 他不只Modern那麼簡單 他邀請我做的時候 我看你主持得很好啊 拿捏 這個我不說 那個處理手法做得很好啊 可不可以成為我們婚禮私儀 好啊 開會的時候 終於知道那個Doodood是為什麼了 嗯 原來 那場婚禮 有八大掌老啊 嘩 你真是Modern Family啊 真Modern啊 真Modern Family 好 馬上你了 如果你是我 你會怎麼處理呢 哪有處理 首先 因為你八大掌老 他們本身的關係是和好啊 還是 有些是 他在這裡的時候 你就不要讓他知道他在這裡 嗯 要分開隔離 見親面就解僱了 沒錯 那 你 其實我在外國 是經歷過某些婚禮 是要搞兩場的 因為這個原因 沒錯 真的是這樣 當晚是一次過擺 未去到100都不知道 70還是80 這麼多人 唯 這麼多人 嘩 八大家族 八大掌老啊 喂 但是 有些是疏的嘛 是啊 喏 先了解決的 就是要了解他們 剛才所說的 關係好不好 原來有些都會 有些牙齒痕的 我當時立刻建議 不只是我 兄弟姊妹 我們採取籃球 按西教練那句 人釘人線術 Walker 你主力吧 照著老爺 那你不是有很大的簽名嗎 那兄弟姊妹都 都有人的 因為呢 你有時候不小心 譬如敬酒 喂 喝啊 喝啊 你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 然後他那一刻 你推啊 我又鬆你爭 是啊 分開他們 還有不只是敬酒 你只是欠房子 欠化妝那間房子 你也糟糕了 喂 明明是我的啊 你那間對面街啊 你為什麼在這裡 那你怎麼解決呢 所以一定是前期準備的 我們當下呢 是確保 執行得好 還有盡量 不要讓他們有任何摩擦 喂 你這個例子也很極端 很極端 因為我就是 聽醉豬事 我自己去過 我這幾年 其實我在香港住了二十年了 現在差不多 都是去過大概四個婚禮 那最近期那個呢 就挺搞笑的 因為呢 我想他們應該不會看我節目的 所以我這個去講的 你沒有開名他應該不知道的 他應該不知道的 是 我有多少朋友啊 那麼 就 他兩邊 因為就 嗯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因為那個男女 兩個人家 比較貧富如說 是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男家 有點心病 可能怕別人家太有錢 看不起他 是 某些親戚 其實就不是 未必是真正的家長 但是因為那個家 雖然那個家族 不是說大富大貴 但是也叫做要面 還有幾多人 嗯 變成我們做兄弟姊妹那一班 兄弟姊妹 是的 就有他們那些親戚 不斷在那裡說話 就說是不是看不起我們啊 為什麼還沒來啊 為什麼遲了還沒進來 就是 他本來說他去了行大運 就是那件事情 那麼他那邊有一些姨媽姑爹呢 就不斷在那裡說一些很難聽的話 就是是不是別人在玩東西啊 神經病啊 人家大日子 誰那麼有空 喂 大哥啊 誰那麼有空玩你啊 你主角嗎 現在 但是就 不斷有人是 全日都在主人家的耳邊 在那裡放負 在那裡放負 就說 當然是人家看不起我們啦 這麼有錢 是不是在那裡玩東西啊 還不上來 這樣的說話 好像演戲一樣 即是 這麼便宜的對白呢 我是真的聽過 真的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Wedding Paner 的功能是什麼 其實有一個 Wedding Paner 在那裡 當下呢 未必完全化解 因為 Wedding Paner 不是萬能 但是起碼 喂 當下如果那個鹽灣姑娘說 喂 還未來呢 我馬上看看 他們現在的車去到哪裡 10分鐘就到了 對 你就有一個人做了這些換衝 相差很遠的 整個程序 早知道我們當年找你啦 我不知道我們瘦了多少 這樣 是啊 但是婚禮是一樣 一天之內 因為其實有一個問題 婚禮呢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是主角 除了那個新郎新娘之外 兩邊的家長 尤其是母親 都可能覺得自己是主角 這個是真事 因為 我也說過 剛才那張帖 那個下款 是誰的名字 是啊 真的 嚴婦 誰誰誰 慈母 沒有誰誰誰 他們是用他們的名字發貼的 但是其實 香港通常都是年輕人出錢的 其實不是老人家貼錢 這個真的是兩種文化衝擊 嗯 以往呢 不要說算錢還是什麼 而是搞這個Party 那個主人 嗯 真的是爸爸媽媽媽的 主人家 是的 主人家 現在是我的兒子結婚 嗯 是我的兒子結婚 是我的女兒結婚 我的兒子結婚 但是西方就 完全不同 是我結婚 是的 而香港為什麼會有這個文化 就是 剛才說過茶餐的文化 就是因為 中西融合了 嗯 你想想有些人就嫁外奴 或者有些人就娶外奴 那就慢慢慢慢 這些東西 混合了 還有大家的學識 知識水平高了很多 嗯 他們的要求比上一代更加多 所以你有你自己獨立的想法 但是不等於你爸爸媽媽媽的想法錯了 嗯 他們要搞一場這樣的大龍鳳 也是很合理 因為中國傳統是這樣的 嗯 對不對 所以呢 有些情況我真的試過做三場 同一群新人 一場 是的 就是 真的是家長的 是的 一場 就是 類似同事啊 或者是一大班 就是一些 會接觸 你知道我們這些行人 是的 就是關係 是的 另一堆 就是純粹很熟熟的兄弟姐妹 或者是死堂朋友 嗯 真的會搞三場 嗯 我在外國也試過 就真的是 呃 他就下午可能行禮 晚上就吃飯 嗯 但是呢 吃完飯之後 送了些長輩回酒店 然後呢 就有after party 嗯 就年輕的那一班 就開啤開通宵的 那我試過有一宗是很漂亮的 就是 那時候我們也年輕 二十幾歲結婚的 可能有少許家底 那他們呢 晚上也是有一餐 是在一些叫做婚禮大堂那裡 就是一些 鬼佬很流行的 是類似 他又不是寶女的 但是是一些很漂亮的大宅 那現在就專租出來 給別人做婚禮 就是好像九龍堂那些別墅 就更加大一點 就是巨型很多 巨型一點 還有別人有後院花園 嗯 那我試過一次很漂亮的 就是他 他年輕的 和長輩 我們全部人一起 就有一個晚宴 嗯 那接著呢 那就 老人家 長輩的那些 就回酒店回家 年輕的那些 就在一個大宅 那個地方 後面的花園那裡露營 哇 很棒啊 那露到營真的很大 是啊 還有呢 他們的新郎新娘的營 是很大的 大到我想有幾百呎 我想起碼有三百四百呎的營 OK 是很大的營 那他那些朋友呢 就在他的床 就是中間擺了一張漂亮的床 就是有床架 有床架 有床架的 有床褥的 然後就周圍撒上玫瑰花 在地上 就是很漂亮很漂亮 那這個也是 就是外國人會有這個心思 還有他們就比較 你說是不是 他們有他們的傳統 但是他們很喜歡玩自己的東西 嗯 不論是衣著會喜歡穿自己的 因為我見過是 Lot of the Rings 的主題 的婚禮 香港我也試過看 蒙面超人的主題 也行啊 真是Cosplay 因為他們是Cosplayer 是很特別的 是 那這裡剛才說的就是 下款 就是中國人就是父母 是 而外國人就是新郎新娘 所以 那個主角的感覺很強 特別來到我們這代 我們接受了西方的文化 認識 所以你會覺得是我的氛圍 就像我們以前傳統 就是我剛才說的 因為爸爸媽媽根本沒有把這種 中國觀念傳給下一代 那就有這種 試過有一個就是 爸爸媽媽沒事的 西式就西式 但是臨結婚前 不知兩個多月就 咦 兒子 你打算抱飛是不是 你打算叫阿爺自己出去拿 他坐著輪椅的 你想他吃三文魚 怎麼處理啊 兒子 還會抱飛 是啊 但是當下你未必轉得到 嗯 就是你都在兩個月 你要立即擺個座位 各類型的東西 很多時候就是有這些 中國人有一件很圓桌 其實就是想招呼所有家 就是真的大大小小 可以處理得完 大西方人就不同的 嗯 真的給你派對 那個感覺會強一點 會是 但是他們也要照顧老人家的 也會有一餐是正式一點 是 還有以我所知 他們外國人結婚 那個費用 家長會幫助 但是香港是不一定的 是不一定的 香港可能是年輕 可能是南方 一個人要服力承擔 呃 愛國有沒有人情 這件事 送禮物 是的 有個wish list 是的 譬如現在Walker結婚了 他就很friend 知道wish list 可能要一部電視 要一個雪櫃 因為通常都會搬新屋 嗯 通常是一個物件 那些兄弟子會就認頭 喂 你要雪櫃我有 我給你看 但是中文就不是的 你說他很現實就可以了 你說反過來他們很幫忙 其實我覺得挺好的 給錢是遠 截了遠 但是慢慢慢慢就變得 文化是不同了 嗯 因為你有數目 哇 你放十圍 我放五圍 哇 大家代那塊人情的尺寸又不同 你有五十圍 我有五圍 大家代那塊尺寸又不同 所以就變相 慢慢變了 某程度上就會去到 那件事就算數了 喂 我這樣放 譬如我當一人一千元 一圍就是回到12000元 那我十圍就是十萬 十二萬 是不是 喂 那我反過來 不是說即場刷人情 但是反過來就是 喂 我是老爸 喂 我幫你電読 你到時人情找回給我 就是會有少少這種變質的情況出現 我自己認為 那當然 我自己覺得 人情這件事你永遠計不準 是的 爸爸媽媽幫不幫到 以及你自己的能力去到哪裡 有各個家庭不同 是的 所以沒有說一本通書道路 最簡單的 禮金 喂 你的家庭和我的家庭 要求或者能力上都不同 現在那個行程是怎樣的 禮金 早幾年呢 就容易說些 三萬多元 公價 因為ESD Live 也算是順滑的 ESD Live 有個中位數 每年年尾都有份報告 有這種事 有啊 每年有份報告 計算那一年 平均大概大家在這個洗費用了多少 是的 那麼 那麼 在這個 禮金的中位數 早幾年前 就去到三萬八千八八八 三萬九千九九九九 然後一跳就跳到五萬了 蛤? 因為廣東人四四聲不好聽 哦 所以就跳到五萬萬 慘了 那幾有趣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對婚禮 無論是張昂會結婚也好 或者是你結婚了一大段時間也好 其實你會想起自己婚禮的情況 其實也有趣的 回到頭 如果我現在這個年代結婚又會怎樣呢 真的現在疫情你真的被卡在那裡 那現在是不是 現在有沒有人擺走 現在也有的 擺不到 現在 完全禁止我都沒有人留意 有些 就是 我不說完 那有些 就是 那個情況就是行家告訴我 他們現在二十人限聚令 那他前面就是二十個 那後面就是四個人一台 四個人一台 就當作是食客 但是問題就是 前場和後場不可以交流 因為交流 就是你一個人搞多於二十個人的活動 不可以交流 包括什麼呢 不可以敬酒 不可以拍照 你想想 如果我結婚 你坐在下面吃 你不可以和我拍照 嗯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情況是 是有些挑戰的 不過這個 不算疫情先 我們先說一些開心的事 是啊 那麼 我自己 我又說過趣事 其實也是說了兩宗 啊 有一個很搞笑的 阿迪 是 那麼 阿迪爸結婚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十幾年前 那麼 我也有份去做兄弟的 那麼他其實那個時候 不知道他有沒有看 那麼阿迪爸呢 他就是 因為 我想他不會介意我說 吧 因為他是 糟了 你不可以來 沒什麼所謂 開了 算了 誰叫他不來嗎 在街上也不想來 他就 因為他是教會的 是 他就叫做會員 是 他是信徒 以我所知 其實他們那個 那些 叫什麼 教會 其實 互相結婚的時候 大家都會幫大家做兄弟 是 那麼 他們已經設定好 那些計劃了 很厲害 我看到那個計劃 是幾頁紙 是很小的 這些東西是很細細的 那麼他就說 那幫人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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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很專業了 已經很專業了 就是 大家已經知道了 沒有那個流程 其實他們可能已經可以做到你的 那一行 那不奇怪 喂 教會有一件事情是不同的 就是 他們本身熟 就是 互相幫忙 就等於以前的年代 那些 兄弟 有表兄弟姐妹 那樣 所以其實一埋位 大家就知道那個情況 通常譬如 那些主日學 大家都是差不多一年 一起回來 是 然後一起戴 然後這一孤人又一個結婚 又開始慢慢慢慢的結婚 那變成整個 模式是很實在的 嗯 所以他們的戰鬥能力是很高的 厲害啊 實戰能力不是戰鬥能力 是 然後就要 還有那些東西不可以胡亂黏 是在教堂裡面 是啊 所以那些衣服的東西 都要準備得很好 全部都是掛的 沒錯 就不會黏爛牆的 沒錯 然後就要把那些 咦? 這個電話我看來一定要聽 我幫我 我幫我 話說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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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驚喜 第一個驚喜 就是原來的爬作曲 作詞 唱歌 都是可以的 這首歌是好聽 是可以見得人的 那些歌詞都是穩陣的 不會說詞不達意 唱得好不好 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我不知道呢 那一刻 為什麼我不知道呢 因為第二樣驚喜 原來的爬哭起來 都挺山洪暴赦的 那個感覺 變了 那時候 他的情緒 高漲到一個位置 他一邊想演唱 他那一首 我相信他也是人生最重要的 其中一種作品 作曲填詞 那一刻 好像一個運動圈 需要把那個爆發點 那一刻 把他所有的愛 在萬次的觀眾面前 向他太太 就是 見證這一刻 但是因為那個情緒 太高漲 不掛勵 那就 沒辦法了 忍耐不住 他就哭到 口水鼻涕都霸佔出來 所以呢 那首歌的歌詞 我聽到一半了 當晚 幸好當晚 他再唱一次 順眾要求 那麼 得獎作品 通常都要唱兩次 你如果小時候 看過勁歌 變了晚上 我們再聽一次 他那時候的情緒 就沉澱了一些 那麼 輕鬆的 我也聽過 所以呢 我就聽過的爸唱歌 唱得挺好的 那麼 作曲作詞 都是不差的 不知道他現在還差不差 那首歌 那麼 第二件事 我也想問問一下 是 說了二十年前 我覺得很早期 在香港的時候 第一次去婚禮 是 我又發覺原來新娘 當晚是要換衣服 還有要換幾套 是 每一次都要走出來 就 現場公眾就要 不知道為什麼要拍手 我不知道 這個 沒有那麼刻意 一定會拍手 總之 現在新娘又走出來 他起碼換了兩次 三次 就是晚裝 等等 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換這麼多次衣服 之後出門 一定會穿寡 中國傳統 你都一生人只穿一次 然後 我不算正婚 只是當是晚上晚宴那一部分 會有一套迎奔 迎奔 就是一套晚禮服 或者晚裝 大家來到 說嗨 然後到進場 就會換婚紗 婚紗完了 開席了 吃了乳豬 然後他就會換一套 紅色的晚裝 或者中式的晚裝 就是用來帶金氣 用來敬酒 咦?你有沒有見過那些很誇張的 一生 有 正想說 黃金聖衣 黃金聖衣真的有嗎? 有有有 然後最後如果有時間 就送客 如果不然的話 就 那套聖衣是用來送客的? 看情況 聖衣通常用來敬酒用的 我又要聽我的電話聲 不好意思 就是這些 對了 我自己婚禮 分享我的經驗 我見過有一次比較辛苦的 就是 就是 我也說 因為我有些朋友比較遲婚的 還有 可能 年紀 可能去到四十頭 或者三十五 或者三十五 那 很多時候 不是很多時候 總之我見過那個 很容易理解地 就是其實 新娘是有了的 還有 其實 你知道有些女人 她的婚禮是見套 見得很重要的 我這個朋友的太太 當年是婚禮得很辛苦的 但是因為她的四大長老 其中一個長老 一定要她們擺走 其實是 那個新娘的媽媽 新娘的媽媽是堅持要擺走 請很多人 變成 那個新娘那天 其實你見到她是 福大便便 不 因為福大便便是小事 其實她很辛苦 你見到她是 你見到她 今上很多時候她站不到 譬如去到後面 你不是很流行 每一台拉上來拍照的 她是要坐一張椅子 對 是的 有什麼意思 你看那個 不知道大家還在看 那個什麼媽媽聲呢 有個男 就是有個環節 叫那些老公在那裡 扮大肚子 看看是多辛苦的 真的是一個保齡球那麼重 八磅 是嗎 八磅 你揹著肚子裡 你想想 你只要轉身 你都要扶著 還要上樓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我有個朋友 可能27、28歲 那個鬼鬼是去到七個月都沒見到 這麼厲害? 很厲害 一定是很瘦 普通的 不算特別瘦 但可能年輕 可能基因好 七、八月都沒見到 然後到九月的時候 還沒見到 還好得健康 然後生就生了 一點事都沒有 但我剛剛說的那個 就是她是拖得很辛苦 看到很累 最慘的是什麼 最慘的是她擺完這一天之後 她隔了幾天 她的媽媽 即是新娘的媽媽 還要她們在內地 擺多一場 去應酬她裡面的生意朋友 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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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拳士 好像Samuel說 前兩晚先進完 四人一圍 厲害了 擺了多少圍 因為現在限聚令 都影響甚深的 但其實會不會 閉眼開閉閉的呢 有些情況下 其實會的 但有些情況下 文說 真的有食環上來檢查的 真的有 有幾種說法 哪一條真的不知道 有些就是說 食環其實都不是真的想檢查 你猜她真的想搞我大家派對嗎 但是 萬一有人投訴 她收到命令 不做又不行 是不是 那為什麼會有投訴呢 究竟是不是 就是同行呢 還是其他人呢 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 現在婚禮這個情況下 是不容易處理的 是的 特別是 戴不戴口罩拍照 也是 是啊 是啊 就是你結婚 新娘新娘你戴不戴口罩呢 你上去拍照 一家人 我們四五個 戴不戴口罩呢 其實都是另一個 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想不會啦 是不是 你不是 我自己這樣說 你不要亂分享 你戴口罩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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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自己覺得 結婚這件事呢 其實去到最後 不僅是新郎新娘開心 嗯 剛才那裡有一點呢 很久之前有一個項目 我沒有機會插序地說下去 就是 大家都覺得 是自己派對的 其實不是 你戴得這麼漂亮 你可能是焦點 但是不僅是派對 泥飲那些都會 未必是主角多 他都是這個派對的一部分 試過有個客人 他安排為數 剛好 住家席坐滿了 然後另外有些 第二位 三位 剛好他的叔叔再分 他的太太 就沒有辦法 放在住家席 就放在第二位 然後連同小朋友 放在第二位 事後 新郎新娘同學 哎呀 糟糕了 上次 就是放了他 在扎鈴台 對呀 他就覺得 我現在再分 永遠都坐不在一起 哇 不是自己人 對呀 你想想這些說話 聽一輩子的 你不要以為你在台上 你全都戴了 但是到家人的事 其實分類真的是四大家族的事 是啊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 不是說有得重選就重選 而是 反過來你要知道 你家裡是什麼人 他們想要什麼 你不一定要完全滿足他們 但是你完全不可以無視他們 明白嗎 明白嗎 那個 最慘的事情 通常你一輩子就做一次 是啊 你沒有經驗的 你沒有體驗的 從事我不是賣廣告 嗯 有個結婚計劃在這裡 其實是 潤滑劑來的 令到你這些事情 簡單處理了很多 嗯 我說一件經歷 嗯 很多時候呢 譬如我們去 我們私宜去場地 都是6點、7點的 剛好我那天工作 接工作 中間就是有一個多兩個小時 空了出來 不知道做什麼 我就 神吞滾我 算了 早點去那裡休息一下也好 五點都沒有坐下 然後我發現 為什麼他們好像 每個都還不是狀態 去了解 原來 婆婆是否喝新報仇 啊?怎麼會的 是啊 解不知什麼事 是啊 那怎麼辦 一會兒 一會兒會不會有什麼 亂差子出現 不小心做漏了 因為你 不是 我沒有刻意問內容 你那一刻都問不到了 而是想想 但是有人知道出事了 是啊 有人知道出事了 是啊 當下怎麼處理呢 我進去就打聲招呼 然後 原來這麼巧 那個婆婆是我聽眾 啊 是啊 那聽我說兩句 那就算不是我聽眾也好 如果是一個婚禮宴 你去了解這個情況 他們究竟是之前有牙齒印啊 還是當下有些事情做漏了 還是怎樣怎樣怎樣 不要緊 你就是要立刻 在最可以的時間做最可行的補救 對 說了幾句之後 始終是開心日子嘛 對不對 那喝一杯茶 就是一家人 無論前面發生什麼事 一家人去面對 以前發生什麼事 對 一杯茶喝了 以後就是一家人了 我也不記得還在說什麼 總之 聽了之後 對 安慰了之後 就在那一剎那喝完那杯茶 三個新郎 新娘 奶奶 抱著爆哭 口頭痛哭 喂 真的啊 當下你看到他們哭 我是起雞皮的 何其感動啊 我真的是起雞皮的 我沒有想過 我就是 聽輕 就是輔助 推一推 嘩 可能解決了一個家庭特訓 可能如果我不理他 直接到自己做自己的事 到我就埋位了 可能搞不成了 是啊 他一句說 茶都沒喝你擺什麼酒 我都沒喝 可以的 是不是 真的可以的 我不認了這個媳婦 是啊 我抱你這個媳婦 越來越一件事 喝茶 簽子 是兩件事 嗯 喝茶 就代表你入了這個家庭 簽子是法例上 新郎新娘是合法夫婦 現在簽子很多時候是 當晚找那個人上來做公證 對著那麼多個婚客簽的 有好有不好的 你問我 最好就是黃婚簽 五點多鐘簽 好 因為你時間沒有那麼壓迫 嗯 因為如果大家在疫症之前去喝餐 你想一下 坐大都兩個半小時了 八時開席 搞到散冰都十點半了最快 是 是 是 如果那天還要馬上簽子 又快了十五分鐘了 是吧 那你想一下 那時間真的壓迫得很厲害 你又要等下 齊不齊人才開席 是吧 還要簽了餅 才能吃魚豬 你分了九點才開席 你剛才分享了很多 就是你作為一個外人 是從業員 是吧 用你專業的經驗 去潤滑這些人與人之間的波察 你有沒有試過見過是真的爆大王 就是 有些失控啊 有些人不知 喝多兩杯 所謂的那些 喝多兩杯 就像阿博那些玩野王 是吧 會不會是真的 有的 都是你剛才說的那個水上人家那個 噢 那個 突然間那個姑丈 喝大了兩杯 我感覺到的 喝了兩杯屎水 是吧 他就走上來 嘿 子龍 聽開你的節目啊 一會兒 我上去說兩句行不行 嘩 你這樣說 我給你說還是不給你說 你這個像鄧光榮在美姐的送運 真的嗎 不是說笑 當下我呆了 就問生了 他這樣啊 給他上去說 嗯 你決定 你決定 他跟我說 你決定 你決定 你叔叔說上去說兩句 你決定 我怎麼知道 我又不認識 你是出人家 你決定 那就給他吧 開心 然後他講來講去 都是說 哎 波卡大個兒子了 嘴到好老婆了 去喝酒 很替他開心 啊 對了 說些什麼 他問回 他問回 你 你喝大了 他問回我 然後當下我只能說一句 不如捉我一下吧 很厲害啊 這個時候 不如捉我 那你怎麼圓場 你這個時候發揮了 你值多少薪假 這個時候發揮 是啊 那一刻 你問我說什麼 你話上來講 但是你上來 你問我 所以 真的 現在也當間出現了很多不同的思議 嗯 我不是說買花賺花香 哦 做電台那種 不要《dead air》的訓練 是有用的 因為 你真的想想的氣氛 想的內容 想那個大局 你說的話會不會影響到其他人呢 這些訓練呢 坦白說 如果有一個電台節目去back up 或者每天做 那個效果真的會有很多 是的 那這個我也想跟大家說 若然找了一些婚禮師 不只是找有經驗 是的 你也要了解一下他的掌控能力去到哪裡 因為 但是你很難知道他 你怎麼知道他的婚禮 除非找一次他去 去觀察他 當然你看過 譬如你的兄弟結婚 你看到他難度也好 那當然是好事 如果不是的話 你真的不知道的話 就真的類似找我們這種 即是無論TV也好 商台也好 港台也好 那我想最便宜的都是我們港台 不要這麼說 那這個位置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那個壓台感 還有那個應變能力 是 我夠膽說是有信心保證的 是 就是起碼不會移笑大幫 嗯嗯 是啊 不過我想再問一件事 就是你都 你做了多少年 你做了電台 對 關於婚禮的工作 都超過十年了 有沒有嘗試過一些 真的衞門一腳結弄成坊 安慰婚禮的拗撬 添海 你有一個新人 藍方很有錢的人 嗯 她永遠來開會 好啊 你找囉 你說用ましょう 我個人有的是錢 對 他還不提起這一句 但氣場 protagon 但 writing 就是能於 是的 是啊,我只是簽檢查,其他東西不用找我 我呆了,我跟他去看,W Hotel 是啊,W Hotel,有一條很巨型的柱子 就是那些巨柱,我心裡說,嗯,怎麼辦呢? 不如包起它吧,在說兩三層樓高的柱子 包起它,你拿什麼包? 你拿花枝,還是拿布,還是拿什麼包? 而且你知道酒店的柱子是雲石柱來的 是啊,又沒得按摩 是啊,你又沒得按釘 現在弄難你雲石柱,很嚴重 是啊,我當時,我真的,嗯,可以 為什麼?這柱子很漂亮的 是啊,但他就想包起它 我就,嗯,好,我們回去研究一下怎麼製作一下 然後呢,總之女方有很多想法 是 南方又沒什麼想法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是去到他們結婚 他們十月結婚,我記得 十月,大約是十五日前後 八月尾,我記得臨暑假完之前 不是,七月尾,暑假開始了沒多久 然後呢,去到八月中,開始找他們,他們回覆機了 哦,是的,就是以往呢 有些東西給他們,他們有些想法會回覆 是 有些東西update,他們又沒什麼update 那當下我就覺得,咦,有些不對勁 那麼,臨暑假就來完了,就來八月尾了 然後,他們突然打我一頭 我問,紫龍,你放一個旗出去 哦,我和你又找了back job,又這又路 整堂的工程 他有沒有給訂的? 有,有,有 喂,但是也是,大哥 好,然後我說,不用急哦 你們可以慢慢處理一下 慢慢處理一下,我們還有一個多兩個月 應該還有很多事情可以處理得到的 嗯,不用這麼急做這個決定 嗯,有什麼,你問他吧,你不要問我 嘩,這一刻你已經知道,咦,咦,糟糕了 然後就很記得,去到,剛剛九月頭 放了一個旗出去,那就算了 都收了一天訂了,我也要找一些帳戶給別人 那就算了,然後呢,九月尾,第一項 子龍,如果你找回當日的攝影師,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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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還行不行? 半個月多一點而已 就是,一時二氣用事 是啊,你連back job都未必能起得及 只有兩、三個星期 你想一下,是不是 哦,他在如期舉行嗎? 是啊 神經病 神經病 嘩,然後最後真的死定給他 哦 幸好之前那些圖的東西都可以用 是啊 各樣東西都還好勉強處理得到 我也不敢說,形人有儀 嗯 因為我也可以想像到 因為我自己其實大家都猜到 因為我這麼… 即是,你從開始已經聽起 為什麼我對這些東西這麼沒有認識呢? 因為我跟我太太都是一些… 即是,對這些東西是沒有什麼… 不是很好的 嗯 加上我們沒有什麼親戚 是 即是,就算我說,我要請… 我要擺酒 都可能是兩、三張桌子都坐了 是 所以我們當年就什麼都沒有搞的 即是,只是做了最… 一起做簡單 即是,最簡單、最基本的那些 即是,就是非常非常之簡單的 就做那件事 也都沒有跟別人說啊 沒有不成這樣 尤其是我太太是很怕麻煩的 即是… 而是… 真的有些事情出現 有些事故的時候 你又要多說一件事得體呢? 嗯 又要有氣氛呢? 而且最重要是 令到… 即是在場所有的人都開心 即是,我做這麼多年師爺 我覺得 你不只是伺服那對新郎新娘的 是啊 喂,現場 那你跳火圈都可以的啦 但問題是 怎樣令到 下面吃的都一起享受整個派對呢?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的宗旨就是 令到大家都覺得 都覺得這個是值得活命的謀生 嘩 這個目標很高的 說真的 對啦 這個才是這麼多年 說真的 你如果 除了最接近的人之外 但是這個很老實 你說我小家人 什麼都好 你收到一張貼 50%的機會都是爆粗的 哈哈 又不是很熟 即是 說真的 我試過什麼呢? 我試過一條牟利 當年 我不怕爆名 不是那個人的名字 不是那個人的名字 為什麼不是那個人的名字呢? 因為我連他叫什麼名字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發揮雜膽給你 是啊 夠膽死 是啊 我們當年是 濫於充數 是啊 他是我們 即是當年是玩具圈的人 現在我不知道 他可能移民走了 每個人都收到 嗯 我們沒有人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他就問我 那個人 那個網友叫做 三虎束馬沙 是的 你知道他網名 但是不知道他真名 他都敢死太貼 但是其實我覺得呢 很大部分的人都很懂得做 就是 知道 或者會問你想不想來 這樣 特別是 如果他只認識你 而你是完全不認識他圈子的人 他都會很懂得做 你 未必會叫你去喝 因為知道你一個人坐著 可能他連我老婆都不認識 只認識我 我又完全不認識他的家人 朋友 工作同事 我完全不認識 那這個我想是基本的禮儀 就是你不要是又給 不是又給 這是派鐵的禮儀 對 反正去喝也有禮儀 我很記得 小時候第一餐去喝 闖了禍 不是大禍來的 是 未去到這樣 那麼高談室 喂 不夠半兩 哇 這個可以 那個是一個很敬重的 學子 或者是一個老師的身份 結婚 姐姐 學子 學子 他結婚的時候 就是派鐵 我說到 但是當時拍拖 沒有想過另一半 都要告訴他到 結果葵眷出席 就大件事 突章 就是本來我們那一群 夠錯的都變得不夠錯 是的 這個結婚由去喝也有禮儀的 你要回覆別人 你站到這樣 特別你一家大小 你會不會帶上姐姐 因為很尷尬 你一定要告訴別人 是的 譬如你有個B 你一家四口 爸爸媽媽 兩個小朋友 一個還要坐寶寶椅 那寶寶椅 你算不算它一個位置呢 嘩 那我做人情怎麼做 是啊 如果四五個 譬如我兩個長大人 兩個小孩子 加一個姐姐 那我做多少錢人情 是啊 所以這個你就要 真的自己計算一條數 嗯 你如果譬如 剛才這麼說 兩大兩世加一個姐姐 你的姐姐吃不吃呢 吃的你就要預算她 因為你是不是有張桌子 你又不會有張桌子 專給姐姐坐的 是啊 要不你就當是兩大兩世 就是 那個BB吃不到 不是吃東西的 那個就當給姐姐 那他們兩個 因為一大一世 當是一個位置 但是你又要有足夠的位置 因為你知道圓桌子 十二個嘛 你怎麼插十三個位置呢 是不是 所以去飲也有例如 你不要以為 喂 收了自己 都搞定 一家一家一家 很多時候我見到呢 出錯事呢 要不就帶上姐姐 要不就帶上BB車 要不就帶上BB車 因為帶上BB車 你沒什麼擺啊 哦 你想一下 有些真的擺夠你 連開五十位 你插針也插不進 那BB車在哪裡 嗯 喂 又要睡啊 你又要帶上車來 那你的車如果派在山車那裡 那怎麼辦呢 你抱著它 所以這些就很容易大家會忽然的 我通常都會建議 新郎新娘 他喝之前 即是開 擺酒之前 一個月左右 你派貼的嘛 你派貼的時候 你如果知道 幾大機勢 你告訴我 是的 多少人來告訴我 他忘記了不要緊 你知道他是小朋友 你一定要問他 需不需要你準備BB車椅子啊 那你就知道他會不會帶小朋友 是的 又或者有些情況 你看真的不知道怎麼開口 哎 你家裡有沒有人吃素啊 我怎麼預備吃素的 給你家人 那他就知道 哦 我們一家四口都不吃的 那這些呢 你就問得得體 亦都可以掌握得到 究竟對方 回應你幾多個 嗯 怎麼預料位置 那你說做賓客的禮儀呢 那我也有一兩單 那有一單呢 就是 其中一個伯母 那伯母 那伯母就跟那個家人都很熟 是 是 就是全日他都在現場 是 那麼 日休息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 那麼 我看到他 他是比較高大的 嗯 那麼我看到他都很正常 沒有什麼特別的 最初 早上我沒有回應他 嗯 為什麼他晚間的時候 我回應他 那麼他是比較高大的 晚間的時候呢 他換了一套金色的裙子 那麼你想像一下 一個一米百多的女人 你會以為他是主席 就是你以為他是主人家 但是其實他不是 因為主人家 可能是祖雄啊 嗯 他是什麼關係 嗯 可能是 啊 應該是奶奶的姐姐 嗯 是的 或者那一類 奶奶那邊的朋友 嗯 但是他就做了一套金色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件事情 可以發生的 通常你是互相有默契的 通常呢 就是二馬姑姐一起去試衣服的 是的 那麼就給一些意見 譬如奶奶那樣 他穿哪一套啊 怎樣配襯啊 會不會 裝鐵美帽 變成最好的 全都會做這件ijn 遮瑟的 Ventura 那你就要去想一下如何配襯 不要... 就是妹仔大那瓶人房 我記得我很慘的 剛剛說回Tigba的婚禮 那其實那個... 我們做兄弟的dress code 都是很簡單的 就是黑西裝 然後就... 繼續戴一條泰白色衣服 那我做了一顆六 我知道我家裡有黑西裝 誰知道前一晚去查一查的時候 不穿 不是 那條褲化了毛 那我就穿黑西裝 戴牛仔褲 很不許意試 希望... 馬上買都買不起來 希望晚上才發現 我沒有想過 那我就想著我那套西裝 我掛起來了 在衣櫃裡 我又沒有胖 那我做了一顆六 就是想著第二天 就是當晚... 甚至是第二天才拿出來 誰知道前一晚 就想跟外町 先拿出來先 或者穿上去躺一下 我的蒸氣躺一躺 嘩... 原來那條褲不知為什麼 可能之前濕過還是什麼 我自己不知道 就發了毛 所以第二天就被迫著 就叫黑西裝 那可以是 另外做奔客的禮儀 這一宗我都有一點印象 就是說... 我那次那一台 就是有新郎哥的老闆同台 嗯... 那新郎哥 你知道這些老闆的了 他說 你做什麼生意啊 他在哪裡發達啊 諸如此類啊 你做這些東西 我做這些東西 那我做這些東西 那待會說了兩句 他就拍卡片 是 事後我就知道 新娘就不是很開心 他就不是說 因為他搞我的派對 還是失禮他 但是他就覺得 這個人不懂得大體 不應該在別人的婚禮裡 拉關係 嗯... 招攬了 或者是... 那因為他是他老公的老闆 那他可能... 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沒有見過 但是之後我就聽到呢 他就說 覺得他老公的老闆 這個人品 給人的感覺 不太好 所以各位如果去喝的話 都會有一點點... 是的... 就是... 去喝就去喝 是這樣的禮儀是要認識的 是的... 嗯... 是的... 所以... 就是... 到最後為什麼會拉回頭 就是... 我覺得... 這些傳統的核心價值 是的... 真的一代... 不存在下一代呢 會消失 不如... 你知道為什麼要出門要擔車嗎? 嗯... 是啊... 不知道... 我只是在鬼片那裡見過要擔車 哈哈... 又或者... 反過來問回... 嗯... 裙靠為什麼是... 早上早上穿呢? 我不知道... 我以為... 傳統上應該全天都穿的 不過你現在... 就是... 流行了又要穿婚紗 又要穿裙靠 又要穿眼妝 對了... 沒錯... 因為以前就真的... 可以說全天穿的 但是... 反過來裙靠其實... 活動性很低 我們俗稱的可動性是極低的 哈哈... 關節了... 是... 新娘子你想遞茶高一點都遞不了的 啊... 而且... 還有裙靠裡面的針線呢 你裡面如果不打底呢 刮肉的 刮肉 所以你不可能穿結束 其實現在這些衣服呢 是不是香港自己做的 或者全部都是在內地進來的 香港其實是少的啦 我想灌籃畫會有啦 還有... 做都價值不非 就是做一套... 中五幅啦 有小五幅、中五幅、大五幅 還有跨王、跨后那些 不知道... 就是...那些... 那些... 有多少金銀線的密度 我剛好前兩晚在電視上看到那部電影 金...什麼... 啊... staffy那一部 你有沒有聽過 金刀啊 他就是講這個行業 他就是... 我就是第一次聽到這幾個節 就是前兩晚而已 那就是那些金銀線的密度 那越厲害的就越跨 你打楊千華群跨 你看到他那一部差不多跨... 不是跨後都一定是跨王的 就是不是跨王的 還是跨後的 你完全看不到紅色的 全部都是金銀線的 那就威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是啊 那現在講一套普通中五幅呢 那一部都要做七個月 差不多七、八、九萬的 現在可能不知道 就是做一套 那通常都是租的而已 是啊 所以租的 是啊 那這裏有趣的 有些聽眾也有些... 看看這個問題 阿斯剛才就說 做兄弟兩次真的不簡單 他說 現場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我就是想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另外 阿樂妍 他說 四大長老未夠恐怖 兩個家庭以外的閒言閒語最恐怖 是的 明明默契地沒有問題的 大日子之後呢 聽到有人說什麼什麼不好啊 有些東西吃不好 不夠好吃 那些東西 很多時候 是的 這些位置呢 又是那一句了 不是賣廣告 你的婚禮盒 你有什麼可以放在婚禮盒上 原來我來敢用的 你不用上身 是啊 讓我先說一下 那件事你不用直接受 是啊 這個是... 去到最後 不是說要自己到自己米 而是... 潤滑劑是要... 因為是的 就算是很相遇 我自己的父母 都叫做一些好相遇的人 他們吃完那一頓 喝完那一頓呢 都會評價一下好不好吃 因為我是垃圾口 我什麼都覺得好吃 嗯 但是呢 可能我小時候還沒需要給人情 所以要求低很多 是的 當你要硬五個水 甚至現在可能不止 不止 你普通酒樓 都起碼八百例 床傀 普通酒樓 對 我說過我平時吃東西是四十塊的 是 我差不多 我三十八 或者二十塊 就是 我這種垃圾口的人 你叫我... 我是不懂得他這樣想 就是餐廳不好吃 但是我小時候已經聽過那些大人 喝完是有說話聽的 就是... 但是這個又有趣 這個你就不能怪婚禮盒家 因為 因為選擇吃什麼東西 你的菜單怎麼寫 不是婚禮盒家 去處理 一定是主人家 以前的年代 還會有去試菜這件事 現在沒有了嗎 現在很少的 你很少會特別聽他們說去試菜 香港是否流行吃飯糕 都不流行 香港不流行 因為外國就流行選擇蛋糕 不知怎樣 是的 因為香港的蛋糕就是用來切餅 那時候的儀式用 就是儀式道具 摸掉它的 taste 它是要它的華麗 用來拍那張相片 因為鬼都會吃 是的 因為鬼都會吃 因為鬼都的寓意重要 他是想將這份甜蜜 跟大家分享 對 反過來 中國人以前一定會試菜 哪個大廚好 做包心切肚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寫菜單 以前呢 就是爸爸媽媽真的會 兩個親家 即是四大長老 坐下來一起吃 你滿不滿意這道菜 哇!這麼麻煩的? 是的 即是 你這樣看名字 譬如可能是 碧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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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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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聽 其實你真的幻想不到是什麼 西蘭花炒菜心 可能他是炒的珊瑚旁 碧綠翠 究竟是西蘭花 還是菜心 還是什麼呢 他說那個菜 究竟是炸 還是什麼呢 還是焗 其實你看名字 你未必想像得到 還有你不知道味道是怎樣 有幾樣東西 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有長者 有老人家 你都要試一下 究竟他們吃不吃到 老人家很關鍵 他一吃不到 其實 你那個感覺 是不是他不喜歡 你這場婚宴呢? 你想想 你結婚的時候 阿爺突然一時一時一時 放下 哇 你想想 那件事是多麼 凝重 其次就是 怎樣煮法 就是那個味道 那個方式 甚至乎有些講究的 酒店 怎樣擺位 就是那個湯 你是想用碟 還是用碗 是啊 等等 其實都是整個表演 最慘的是 通常都是第一次的 是 是的 現在就是很少 因為現在 你知道很多酒樓 都是有 Plan A 68888 Plan B 78888 Plan C 888888 那他最常是這些 好像有些酒樓 還幫你包裹那個 譬如影片 那些東西 他都 他會幫你待 去接客 你說真的送 應該不可能 但是 他可能會送 什麼呢? 最厲害的 可能會送我 淨分給你 就是一些 cross promotion 因為 你算得到 他可能一定要訂 多過某個 遺數 才會送 那他算得到 那他算得到 那你 你也做了十年 有啊 你覺得現在的結婚的風氣 你覺得有什麼特別呢? 譬如年紀 會不會就年輕回 因為我們印象中 香港人是屬於遲婚的 嗯 那其實你覺得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呢 大家對真正結婚的東西 是不認識的 咦? 你說清楚一點 就是 想結婚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懂得結婚 你的意思是婚禮還是婚姻 兩樣都是 嗯 婚姻這個我不深究了 因為每個人的想法 價值觀不懂 但是真的說我們這個主題 婚禮 其實你都只是透過你去別人喝一餐 吸收一些經驗 認識 做別人的兄弟 你大概知道的流程 或者有些什麼人要幫忙 帽子是怎麼樣 嗯 但是裡面的內容呢? 為什麼要切蛋糕呢? 為什麼要合金膠杯呢? 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要那樣呢? 你全部沒有一個 底蚊在那裡 沒有一個基礎在那裡 只是別人有這樣你就做 嗯 嗯 只要做的嘛 是啊 現在很多都 譬如 其實是一個模式來的嘛 對 好像你現在一定要有新郎新娘的成長片段 對 為什麼呢? 20年前怎麼會有的 不是 20年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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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是啊 我經常覺得是跟著日劇過來的 這件事 這個可以這麼說 另一個角度就是科技 啊 是 因為以前呢 我讀電影的時候 還沒 你讀電影嗎? 我讀了一年 嗯 我那時候是要把電腦放在電腦 即是要有一個Capture Card放在電腦 對 那你會發現呢 做即場剪片 早拍晚播這件事 其實是 impossible 嗯 我如何立刻拍完 立刻 立刻放在電腦 立刻幫你剪 而且以前的電腦 不是現在這麼方便 是大做的 那 變相 總拍晚播真的20年前是沒有可能的 沒有 那時候是 只是把男女兩位的 成長的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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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呢 就是因為 由菲林變成Digital 然後呢 有很多人都不會看那些照片 然後就 又變成另一個 Service 或者變成另一個商品 這樣走出來的 那 反過來就是 這件事是不是must呢 一定要有的嗎 不是啦 不行的嗎 所以我就覺得是日期 這個 這個像是日本的東西 因為滾路都沒有 我不肯定 但是反過來就是 很快速地 go through一個流程 就是知道了 摺身糧 是 玩兄弟 是 開門禮事 是 斟茶 就是警察給長輩 是 然後就 剛才說了 走大運 再入到南家 還會不會 拜祖先 或者祭祖 這個我沒有玩過 有的 特別是圍村是會有的 嘩 你怎麼知道怎麼做得到 一個招集祖 哦 哇 因為你想想 中國人那句 入屋 什麼 入屋叫人 入屋 拜神 你入得我們家門 是否要跟我們的長輩 打聲招呼 是 這個是一個 他沒有知道了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要用這些東西 然後去到證婚 證婚 其實有什麼做的呢 西式的彈性大很多 是 creation也大很多 嗯 他也有某些standard 這裏不細說了 到了晚上 剛才說的 這個 迎賓 但是 留意一件事 現在這個年代 早上喝不到茶 迎賓時 你有沒有喝完茶 哦 因為早上可能有人還要上班 你喝茶的意思是 敬茶給長輩 哦 其他長輩 你叔叔要上班 是啊 那他就要晚上 或者黃昏來到才可以 你申請他 那這裏又是一堆 然後入籍了 入籍就 剛才說的成人片段 馬琴 切餅 合影膠杯 足酒 石 致辭 然後就坐下吃飯 然後就去到換衣服敬酒 敬完酒 可能在早拍晚播 現在都不太流行玩遊戲 我當有玩遊戲 或者有些人有些驚喜 突然走上來表演唱歌 然後再拍照 送客 其實這些全部是 將中式西式加在一起的 只是中式的話 一來到父母說幾句 開飯 敬酒 最多是最後補償 以前也不多 不流行這些東西 那件事不是很複雜 西式你可以說一下 西式去一個晚上的Bankwood 西式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我去過不多 但是不同家庭背景 其實他們自己有喜歡 我去過一次 因為我去過一個很跟規矩的 其實他是猶太人 但是他不是猶太教 他是以色列人 我自我所知 他兩公伙都有以色列人 在法國住以色列人 那個可能因為家庭有錢 他真的做到寶女 盧斯萊斯 長婚紗 有些近似 你見到英國皇室 那些 周杰倫有張照片 對 那些感覺 做足在教堂那裡 我坐得很厚 很遠都見不到他 其實在那裡見過他走過去 然後聽不到他 然後又走回去 即是藉所見到的 是啊 但是我其他餐女郭的婚禮 其實都是很隨便的 總而言之 你見到 不會有什麼 首先不會有斟茶 又不會有什麼拜祖先 完全沒有 只不過是一餐 去過那個 叫做 我們叫市政廳 簽了紙 那已經是婚禮了 那 然後可能晚上 好像我剛剛說 晚上吃一餐 好像在家上面吃飯 好像在家上面吃飯 叫做在餐廳 包廳吃一餐 那已經是 繼續做完 那如果那個年輕人 有精神的 晚上就可能去 去 after party 對 夜晚也有一點 未必是很正常的 但是 可能會有first dance 或者會有bass man 即一些speech 這個是挺有趣的 香港文化少見的 但我也做過幾次 譬如當 Walk Up結婚 他跟他太太 那其實外國人 就很有趣的 就是 有一些兄弟 或者最好的朋友 上來支持 其實就是由我把口說給大家 Handwalker 是什麼人 但可能因為香港人 經常開眼睛作 是的 因為香港人 其實不是很習慣 對著群眾說話 還有那個幽默感 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 這些就是 大家一起笑一下 可能是他的瑜伽 但是帶出他 一個善良的人 諸如此類 知不知道 講一講一講 就說 當年我跟他在東莞 是的 就是上了一隻洗頭艇 就是上了一隻洗頭艇 就是 這些位置 就 坦白說 很多人都未必知道 但是又想做 經常就 可能過一屆 是的 或者無靈兩可 又到合不到肺 那其實 外國人 這些玩法 是那個文法 那個文化 他們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會收落 還有最慘的 就是你剛剛這麼說 在場 可能有 兩位家長的生意夥伴 根本上是不太熟 遠房親戚 什麼東西 以前的教師 你都不知道 你那個笑話 可以講到什麼位 你拿捏到什麼好笑的程度 或者開放指數去到多高呢 所以 很多時候大家不要人做 我又做 有多認識你自己 就是 無論是家族也好 或者你的種族也好 那個婚禮是一回什麼事呢 這個是 因為我有教婚館計劃 我有在ERBO教婚館計劃 很多人其實就是覺得 婚禮就是一大堆錢 搞場秀 其實不是的 誰說一定要有這個求婚戒指 求婚現在都好像變成一個指定動作 其實 有時候是 真的 你兩個藏在房門 你求婚都沒有所謂的 你一定要這樣很鋪張地做 那 那 是不是一定要跪下 還是一定要有鮮花 如果有鏡頭拍著就是 對 其實這件事是你兩夫妻 不是個人的 對 那你要怎麼定 沒有一個方法 其實 婚禮也是 你聽完你不用我 那我也沒有所謂的 總之你知道你結婚是想要什麼 我有一個朋友 不是很熟悉的 但是我很敬佩他 他那對求婚戒指 甚至是結婚戒指 都不是外面買的 他自己買的銀是自己打的 但是他平時沒有做這件事 平時沒有做這件事 是平時沒有做的 是啊 那他真的獨一無二 而且他不斷變形 你知道那些銀是會 是會 是的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 大概十幾年前開始 他本來是做劇片設計的 然後 做驗了 就去做 這些手工 首飾 也有很多本地的 可能是文青 或者是 比較 不受傳動觸迫的年輕人 當他們結婚的時候 就會找我一個朋友 一個女生來的 就找他去打這個結婚戒指 結婚戒指 就像你所說 就經常要維修的 是啊 因為他不同 就是一些鋼 或者某些的材質 可以這麼stable的這個金屬 是啊 這個是後話 但是到了最後 就是結婚是一回 就是 WillTV這麼說 結婚為什麼 這個我覺得 有時候你要想回頭 又不要因為怕麻煩 而不認識 是 你先認識了 你才有辦法選擇 什麼做什麼不做 因為 說到底 其實你說 麻煩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譬如你的另一半 是很渴望有那場 一個這樣的見證 就是跟他的親朋 去見證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天 雖然就算你是很不願意做的 那也是那一天 你捱過去了 就是你上班也捱過去了 就是你上班也捱過去了 何況那個 就是有時候很多人都喜歡說 就是那一天是新娘的日子 新郎就只不過是負責送運 就是 你是 負責找數 你不是主角 你是負責找數而已 其實 就是 當然也有些男人 都想做主角 然後 我看過有新郎 換成五、六到三 戴信鬚的 對 不知道什麼人都有 但是我覺得 這件事情 我又不會完全否定 就是我自己沒有搞他 因為我實在是母親戚 就是我在香港是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變了 我老婆也是 那就沒有了那個雖然 加上兩個人都怕煩 變了我們 我們那時候沒有這個需要 假設你老婆有很多親戚 那我都會照做 就是 我不想在這個關節口裡 變成一個吵架的機會 而且 真的 結婚呢 是第一步來的 是不僅你認識對方 你也是認識對方家庭 是 是 中國人為什麼要斟茶 知道原因嗎? 不知道 你想想 如果你有一個侄子 嗯 他拍拖 你也可能未必認識他 因為你是侄子 但是 他走完一杯茶給你 我告訴你 這個是Mary啊 我太太啊 那你是不是真的認識了 這個 就是見天地見長老 是的 其實結婚 中國人傳統概念裡面 就是 在這一刻 這一晚 告訴所有親戚 這個就是我老婆 這個是我另一半 搞得好不好看看 其實功能 說穿了都是這樣 是的 以後 記得問他我女士 見了婚 或者以後認住了 這個是我另一半 這樣 同一時間 也是給你 去認識對方的親戚 喂 他的舅舅 知道你老鼠嗎 是不是 那你也要向別人 就是長輩請 請 很多時候就是見面 就是那次的了 是啊 你嚇到你會不會 特意帶他去見 哎呀 舅舅我女朋友 就是你很熟 可能會的 但是有些情況下 你不會這樣去見長輩 還有以前中華人 因為家族大 你沒有辦法逐個見光 所以你一場的大型婚禮 就可以把所有親戚 都立即見得到 你另一半是誰 是的 你是一個什麼人 你們大家 早拍晚過 或者那些成長片段 都有他的功能 就是給大家都可以認識 哦 原來Walker小時候沒有騷擾的 這樣 有的 是的 那我就知道究竟是一件什麼事 他是一個什麼人 就算未必很認識他 我都大概對他有少少畫面 嗯 有少少想法 所以有些事情 有 就一定有他的功能 背後意義在那裡 是的 沒有不代表不行的 那你究竟 你知不知道功能意義是什麼呢 看看你需不需要 就是 不過我相信我們觀眾的年紀 都可能都有了經歷 是的 是的 最重要不是多次經歷 哈哈 是的 這個有趣了 阿施就說 走廊安排一批一批 拍照才是最煩的 其實是的 你問我做這麼多年 施宜呢 最混亂都是這個情況 但是放心 我已經有很 有系統的處理方法 我會和新來新來一組溝通好的 這個 真的是事前功夫來的 最慘的是 其實有時候是一台台拍的 燈台 我們這些 你說 人家本身是男家女家的一台台 一張照片就很正常 但是我們這些 就會和一些不認識的人 同身在身上一張照片 搭檯 搭檯 因為是孤兒仔 你永遠都是 你是玩玩玩具的朋友 可能只有你一個 這些情況會出現 但是 不需要太執著 是的 去到最後我也覺得 結婚永遠都在昨天的事 為什麼我做十年呢 其實當中比我更長 你覺得當中你也有個樂趣 有 因為 最有趣的 我經常用這個比喻 不知道是否正確 任何一個婚禮 都像昆蟲一樣 有頭胸腹 你處理得好 牠可能是一隻蝴蝶 可能你處理得一般 牠就是一隻蜜蜂 你不會處理 處理牠的樂譜 可能牠是一隻蟑螂 是的 那 一定是 你有多少心機放進去 甚至乎你有多少能力放進去 或者資源 OK 你才可以將牠成為 你心目中的那隻蝴蝶 是的 還有去到最後就是 你也要知道 你和另一半 大家在一起塑造一個這樣的婚禮 這是比較例的 這是難的 是的 因為男人很多時候 我很少看到男人說 我至少就幻想自己 一天可以一個婚禮 我結婚 我做得多於我太太 那一定 你屬行的 一來吧 他那種豪爽也沒什麼所謂 反而我可能除了熟行之外 就是 朋友比較多 就是想 哎呀這個情況是怎樣 那個 那個 環節 或者那個處理方法是怎樣 這樣會有多少少想法 嗯 就是 是的 那怎麼樣 都差不多了 我看你 你要跑第二場的 對 要回去工作 回去照顧女兒 哦 是的 那你這陣子看什麼 這陣子 其實身體中骨出了一些問題的 沒有什麼大礙 好了 我家裡現在都很精神 對 那就是OK了 是的 所以 接下來希望 情況或者時間許可 回歸會不會要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是不是真的 是的 我跟阿滴準備了一套器材 我跟他講 是嗎 改善我們直播的質素 你不要空頭支票 我自己一早買了 我們直播的 買了一段時間 直播質素的問題好像都 存在了一段時間 由開台到現在 是的 希望 慢慢進步 是的 你知道我們也是飛鱷里的機構 哈哈 不是 不是要大家訂閱給錢 都要給我們一些時間 我覺得 難得的是一群喜歡玩玩具的人 大家有份正職 然後還有一些私人的時間出來 因為我們 我自己少上網看玩具的影片 但是 其實我知道 我們那個模式 玩具TV的模式 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類似 一個類似 中藝晚會的形式 即是 未必可以介紹得很細緻的玩具 但是 一來我們希望盡量搶快 是的 二來就 比較像是一個 和大家搶娃娃玩 一個星期玩一次 即是 那種輕鬆的模式 即是 換句大眾 是的 那變成 如果和其他網台 或者YouTuber 是的 無論是廣東話 或者其他華語 我知道 人家會拍得比較多 因為人家是錄影的 還有剪接 是的 但因為我們直播模式 即是我們個人的工作 都未必可以做到 回家再剪片 那種模式 我們一直都是用這個方法 來做玩具TV 有著又不著 希望大家有時候 都可以感染到我們的 職慶 喜悅 還有 拉牧 剛好說到結婚這個題目 我想很多結了婚的師兄 除了過不過海關 這件事之外 好像我這樣 面對剛剛有個小朋友出生 哇 其實生活原來都幾多 有沒有跟一、兩歲 二十一個月 二十一個月 對 剛剛昨天二十一個月 哇 我真的少開盒很多 因為 他在旁邊 你開盒 他又走過來 什麼來的 一下不見了 或者一下放進口 其實很害怕 所以 個人開盒的時數 真的少了很多 你一級不如 就好像我這樣 趁玩具TV 就當是一個 是的 所以其實都是另一個 我自己覺得好的減壓 和分享 我們自己是玩得開心的 雖然有時候收音不太好 影像有些動作 但是 我們盡量改善 希望將這一個 一個禮拜拆一次玩具 那種快樂 可以延續多一會兒 和大家玩 我就 剛剛加盟了少少的硬件 希望接下來真的改善少少的質素 不夠膽說很大的 還有我也不知道你搞什麼 所以我現在不敢加持 對 但是希望 真的幫到少少的 那就是 你會 叫做回歸 玩具TV少少的 是的 慢慢開始 加回多一點 好 好了 今晚就差不多了 因為你要 教人 做爸爸 謝謝大家 猜不到 都一個多小時 是的 一個多小時都保持這個數字 都可以 叫做有人看 兩個男人都說結婚 是的 我們沒有女主持 不然今晚會比較好聽 我去吧 我們認識沒有女生 不要緊 我已經過了 認識新女性的年齡了 是的 不會在我正常生活中 會認識到新的女性的 都可以的 認識一下而已 不用心交的 已經結束了 可能有很多人想認識你 不會了 好了 我認識機了 認識機就有不認識 多謝大家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